我现在不是在想这个词 这首词大家要注意如何解释 其实这一句词,如果你看卢生、谋生的解法 就很明显是圣事论的解法 就是说天生精闻 就是天生地下所有的人有物有质 这个物很明显是物有本末是有宗旨的物 这个物就是人来的 有物有质就是说有这个人有这个岗位 自然就会有那些法则,或是自然就会有那些道德规论 是吧? 敏捷丙,即是说人生出来自然所屏赴的那些常性 就是自然就会爱好这些义德的 就是自然就会爱好这些美好的品德 自然就会做好事的 那这个不是性善论是吧? 大家要注意,刚才我很强调,奴生有谋生 因为这首词未必要这样解释 譬如说另外一位新瑜伽,徐伯冠先生 他不会这样解释 因为丙二,其实刚才我很强调这两个字 丙二这个字不一定是先天所屏赴的常性 不一定要这样解释 反而又是在坐简等等的文献里面 这个丙其实纯粹就是丙池 这个丙就不一定是外面的人给了我那个丙 这个丙是外面的,不过我执着它就叫丙了 行不行?不是我丙他的丙 这个丙就是丙池那个丙 用力了一点 所以文之丙而 这个丙而就是说 人要执手这些疑,疑是什么? 疑的疑是苏仪士运河的疑 他不一定是美好的本性 反而他其实是可以通于企人旁的意义 其实是讲了礼 即是说人民之所以会执手这些礼 其实这些礼都是天比的 所以在这里天生精文有物有质 这个精文的主要是天生的 这个天在这首诗里面起码是道德的颁布者 这个道德秩序的颁布者 不过并不是他直接颁布在心里面 或者起码他没有讲到这一样东西 他没有讲到这一样东西 他反而他只是说 这个天可以是一个道德的颁布者 不过他颁布了之后 到底人听不听 或者人的心到底有没有先天本有的东西 他没有讲到 所以这些诗句 到底应该如何解释 当然空间是很大的 这个算是一个补充 好 其实我在解释这一段 古人将天 可以有些时候将他理解成 人伦道德的立法者 但未必是 至少没有清楚说过 他是善性的赋予者 而圣自命出 他说的性都是天而来的 不过这个性不是本体论 并不是人经验不到 这个经验世界背后的本体世界 不是说这些东西 反而是说是一种生成论 生成论是什么意思 大家看看这段 这段就是 我印出来大家 圣自命出的那段引文 凡人虽有性 心亡定志 凡人都有性 性是天来的 不好意思 因为我不知道我能否印到那段 心亡定志 但是心 并没有天生一定有个具体的方向 心亡定志 亡即是没有 但是心没有天生自然有个很决定的指向 或者方向 反而是什么呢 反而是后面那些 有些性可能是后来才出现 后天 就是说是要有些事物刺激了我 我才会做事 或者是有些事物刺激了我 产生了愈快乐的感觉 我才会做事 所谓的吹苦 吹落鼻苦 代习而后定 即是说你慢慢要成为习气习惯 你那个性格才会定下来的 所以你会发觉 它是一种用今天的语言 它是一个很自然的 即是从一个自然的角度 即是自然生就的那些东西 虽然它的性容许这些东西会变的 容许那些东西会被外在的事物改变 甚至会被后天的礼教改变 但这些都是性来的 反而在这个性的意思之下 心就并没有任何很具体的内容 要是要看后天的影响 喜怒、爱悲、志气、性也 即是说连这些情绪、情感 都是人性的一部分 及其建于爱之物取之下 即是说当我们这个本性 或者是心和外在世界接触的时候 这个物取之下 即是那些事物自然 会作用在这些情感或人性上 自然那些物就会 即是产生了你那个性 即是物取之下 因为这个其实在万词也有 类似这样的说法 即是这个物取的意思 即是那些事物自然 慢慢就会 塑造了你的那个集气 或者塑造了你的性 性自命出 命自天降 这句说话当然是很重要 因为整篇东西就叫做性自命出 所以这个性就有些接近于自然人性 这个性是自命出 即是说来自天命 就是命 然后命又自天降 即是说这个命就来自于天 我们沽车可以这样选 都没办法 因为我都要再强调一次 就是这些觉点坐标有很多种不同的解法 即是就算那些字也好 好了 跟着 我们顺着 我们顺着次序说 我们不要理会 善不善性也 所善所不善世也 这里有强调就是 这个性是善和不善都是性 善和不善都是性 下一次我讲万词 万词有一些章节 在媒体坐柬之前 我们会觉得他不知说什么 或者是很无聊 或者是没有后悔 解不通就算了 好了 那段有什么 比如说有一段很难解释的 就是说 天下之然圣也 记不记得 天下之然圣也 即是恩怡 我忘记了 其中有一段是 古往今来都解 不是解得很好 或者解不通 是后来看了坐柬之后 才发觉他 那个意思其实是另一个意思 在这里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 大家应该也有看过告子上 如果喜欢孟子 有看过一些书 告子上里面 其中讲万词学生的问 喂 老师你讲性善 但是有 我们这个时候 战国中期 其实有很多讲人性的理论 比如说告子 就讲性无善无不善 然后又有人就说 有性善有性不善 然后又有 这个其实是第三种 然后第二种 又有人说 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 是吧 好了 没有看过坐柬 就不知道 就以为那些学生 当然亂吹 听到一些东西 有人这样说 有人这样又不答名 只是告子那有名 但是你看完坐柬 就发觉原来是真的可以有名的 原来那些 不是随便写出来的 是真的 就是起码是战国中前期 有类似这样的主张 譬如说 现在这个善不善性也 其实呢 就比较上 类近于刚才所说的第二种 就是 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 第一要注意 就是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 这句话又是有些 解释上面的困难 因为呢 又是 这个可以呢 就绝对不是 英文里面 I can I can do good I can do bad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可以不是说我能 不是说我可以做得到 这样的意思 这个可以呢 其实是说 你真是有这个价值判断的能力 知道那样东西是善的 然后你做出来 自觉地做出来 为什么我能够这样说呢 因为是和坐柬比较之后 其实会这样说 其实呢 就算是正知于孟子本身的说法 都是一样 因为孟子的性善论是什么意思 刚才那句说话就是 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 那孟子怎么解释性善论呢 乃若其情 则可以为善也 乃所为善也 所以大家要注意就是 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 就不是性善 但是如果性可以为善 讲完 那就变成性善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其实是下一条解 但是在这里 性不善性也 善不善性也 其实应该是类近于 刚才孟子说的第二种 性可以为善 可以为不善 就是说呢 有些人呢 是有这个能力去做善事的 而且自觉那样东西是善的 就做了 有些人呢 就不能够的 所以呢 不是有些人 是同一个人 我这样解释 第三种 就算在同一个人的本性上面 他都有能力 自觉那样东西是善也 做的 但是他也都有能力 自觉那样东西明明是不善也 能够做的 能够做的 这里是 应该这样解释 所以善不善性也 应该这样 第三种 有性善有性不善 就变成了 有些人天生就可以做善的东西 有些人天生就可以做到善的东西 这才能问合万子 后来举的例子 我想问 没有善没有不善 就是这个 没有善没有不善 有什么不善 就是 我以为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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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